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安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无来真实力 各位知识到江泽博 我们看课本三百十六页 讲到大声不共法的冷屋 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号 他说前面说到要知道不忍的伤害性 就是他的过患 然后另外要知道 如果忍就是有什么样的利益 先来讲不忍有什么过患 就是会有什么损失会有什么过患 第一个坏色 这里说到五种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变化 因为不忍是一种心理状态 就是我非常的生气 那这种情绪 我们知道身心不为影响 就是通常是我们这个心 面对这个静 就是我们对于静间 那么我们产生 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反应 那么这些心面对静产生的反应 后来会影响这个身体 就是心跟静 那么就是对静起心 那么这个心会对这个身体产生反应 比如说我们高兴的时候 那么它是全身都是一种良好的振动 我们生气的时候 全身都是 整个细胞都是一种负面的振动 就是不好的情 其实它是整个身体影响的 那么长期的影响 或是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它就会产生立体的反应 那么长期它就会产生深刻的反应 就是这样的 通常情绪里面 情绪里面 那么有两种情绪 不好的情绪我们叫负面情绪 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比较大的 一种就是嗔恨 另外一种就是恐怖 就是恐怖害怕 那么跟嗔恨 这两种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 算是比较大 那先来看 它说坏色 撑心一起 全身血脉沸腾 我们说血脉喷胀 那么面色会立刻变成丑恶的样子 那以下有说到这个 他说研究美容学的说 其实这种 现在对于身心的影响 科学上 医学上其实研究的还蛮细的 那这部分其实在这种 我们说在Google上搜寻都会很多 就是说 你一旦撑心 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那有些从 就是说会分泌 比如说 那么这一部分其实医学上研究很多 比如说大脑会分泌 那么什么 然后会 这些肾上腺素会增加 什么皮脂醇会升高 那么这个搞酮素也会增加 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免疫系统 那会分泌什么 额茶分 分胺 会伤肝 呼吸急促 会伤肺 反正就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那不外物是所谓的化学变化 物理变化 就是心理的变化产生 因为我们大脑会分泌一种 因为一种化学的讯号 那么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 就是化学变化有物理变化 所以它这里就变成丑恶的样子 但我们高兴也是一样 生气高兴欢喜害怕 基本上整个身心是受影响 那如果从物理上来讲就是 它的震动的频率不协调 那么这整个身心是产生影响 那我们说过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是承恨 一种是恐怖 这两种对身心的伤害 比较立即而且比较明显 那么其他的烦恼还没有这么严重 这两种烦恼算是比较严重 那恐怖跟承恨 像那个过度的忧虑也会 像有一些因为害怕或因为恐怖 那么他一下子 或是忧虑太多 一下子头发都摆整个改变 那么也会 好 他说 如人而多起承怒 面貌是很快的衰老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的身体结构会产生变化 那这个只是从外貌上来讲 其实从内在来讲就是我们的器官都会受影响 心肝鼻润症 其实就是整个身体会受影响 因为比如说你快乐 是整个细胞都是良好的振动 那么你不高兴 或是你忧郁 你这个生气 你恐害怕 他整个细胞都是不好的振动 那所以他一定会影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那么大脑会通知 那么会分明一些化学 化学 化学东西 那他也会影响 然后呼吸又急促 那么血管 会收缩 这类似 这些都会影响 其实内在的 那导师这里只是从外貌上来说 那其实 现在的医学会倾向你说 那外貌的改变 其实还不是很严重 就是灭在 灭在这一些五脏六腑 它会产生一种 比较伤害性的变化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 思辨 那么称心一起 情感压倒的理智 西方人比较说所谓的感性跟理性 情感跟理智 那佛法基本上都是讲所谓的身心 那么心里心的所谓的情绪 它分做受想型 分做这样的说法 那么有的连对方说话的意义都听不明白 就是你一旦非常生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们都很有经验 因为我们 我们都生气过 很少的没有生气过的人 但是生气分程度 非常生气的时候 你心里面只是一个想 你要讲的话 你要做的是 你的感受 你根本不太听 那么那个人的解释 或是那个人的理由 那么你也不太在乎他到底为什么 那么你只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生气 那么你有时候会想要表达 你的分量表达不出来 会想要讲到你讲不出来 就是很生气 生气到说不出话 比如说我们感动也会这样 冲动也会这样 也会说不出话 所以他说情感压倒的理智 有的连对方说话的意义都听不明白 所以像佛教里面 第一个 第一个要调理的 基本上是称恨学习 第一个要调理的 是称恨学习 因为他 第一个对自己的伤害也大 那么称恨起来 会对别人起伤害 那么对别人的伤害 的几率也比较大 然后烦恼里面 称恨引起的后遗症 副作用也比较大 所以大圣里面讲到96节 就是所有的烦恼里面 称恨第一个要对峙 那特别从菩萨道里面 更是这样 解脱道里面也是这样 那么称恨断了 如果你把称恨心断掉了 那么你是正三果的 那么烦恼里面最先断的 就是情感上的烦恨 攀跟称 那么最先断的是称 那么贪比较深细 还有遇贪 涉贪 如涉贪 但是称 称只有在遇见才特别有 而且是在涉见和涉见 它的辅助还不起 那么到天上遇见天 称也不严重 称的习惯性也不严重 所以如果从玉戒 涉戒 无涉戒来讲 玉戒才有称 涉戒 无涉戒 基本上称是扶住了不起 那么在玉戒里面 越往下的称心越重 定义 畜生 恶鬼 那么在人 他也明显可见 但是要看这个人的心性 天 天 在四皇天 那么称还有 到刀立天 称心就不强 刀立天 称心不强 你看那个 但是他还是有 他还会跟阿西歐勒打仗 但是他抓到阿西歐勒 他不会处罰他 依天人讲 他是用武艺之神捧绑他 给他吃好的 给他穿好的 给他看表演 那他不许看那些 那么人当然就不是 阿西歐勒要处罰他 有战 那么到天上 然后再往上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这个是称恶心 基本上如果你称恶心不断的发作 那么你因为称心越重 你剁三六道的基率是越高 那你要行善的基率是越小 那么如果你称心不断的话 就算你的功德做得多 那我们叫功跟德 如果这样来看 功就是你外在做历生的事业 而就是你灭在的修养 如果你的 比如说你很父子佛教 那么你帮助很多人 那么你救很多秘筒 那盖了很多事业 就做很多 但是你有称心 那么你最高最高 也只是做夜叉 楼叉 阿修文 那顶多做四天王 那么你也散不了高一点 因为称心强 那所以基本上称心是修行第一个要调伏 因为他厚一正当 特别在大圣经典里面 因为称心上那就是众生 所以一念称心请百万丈名胎 一念称心请火烧功德人 都有这样讲 那么你忍入就是调伏称心的一种方法 称起来你控制他 那么我们说你现在有这种观念 但是烦恼你没有办法说 说要断就断 没办法 就算我们知道称心不对 称心不好 称心对自己没有利益 又损害到别人 那即使是知道 我们也没办法不起称心 这个是很明显的 所以通常要先控制 那个忍入就是 第一个先控制他 不让他慢连 不让他扩大 不让他延续 先控制 那么控制了之后 要渐渐用理善理论 就是道理 然后不断的 不断的厘清这个 这个有需要吗 那厘清这个根源 慢慢慢慢被调伏下来 所以生人发人 咱们大一生发人 好 那他讲 冲动紧张 当然失掉了论辩的名誉 那么为自己申诉 有时也会说错 你会听 会听错 说也会说错 就是那种敏敏的特性 因为你冷静 冷静你才能够察觉 你不冷静 你就察觉不了 那么你就控制不了 就是失控 特别称心容易失控 贪心 贪心还没有那么严重 贪心容易失控 所以这个第二个是失变 其实他就是失控 那么第三个善事远离 那么这个也很明显 一个人脾气不好 假设你中猜有那种脾气不好 那么你尽量会少跟他讲报 少跟他接触 为什么 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 假冒会得罪到你啊 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发作啊 那我还是少讲啊 就算为你好我也要少讲 那么 因为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就会发作 发作起来 谁也拦不住 所以称心就好像那种错位 人家远远就稳到 那么看你脸色不好 本来你跟他很好 但是今天看他脸色不好 今天不要理他 我们就想 就是 不要跟他讲话 不要接近他 就是没办法也少说 一般我们就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待别人是这样 别人看我们也是这样 特别是一个常常起承认心的人 那么 第一个他的名声一定不好 那么 那如果你常常看见他 这个起承认心 尤其在动不动就起承认心 那么 你能够 能够 远离他 你就会远离他 那么没办法 你少 能够少跟他讲话 就少跟他讲话 少跟他有互动 就尽量少跟他有互动 一定是这样子 就算说 比如说法师要跟这个人讲 一开始是好言卷位 那么 讲到他也翻脸 以后 几次以后人家也不要跟他讲 就算为他好 也没办法跟他讲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说 善事远离 想帮助他的人下不了手 找不到地方 因为第一个他不听 不听就算了 反过来 他还气你 那么 一般人 一般人是 几次以后 他就 不晓得怎么跟他讲 就算 不会生气他 也不晓得怎么跟他讲 那么 之后就选择不要讲 那么 那不要讲 看到他也难过 所以就尽量 能够不遇见他 不看到他 就不要了 那么 其实就变成这样 所以性情暴躁 多起称恨 愤怒的人 良善的朋友 会为了不值得结怨 不值得嘛 所以说 佛教徒也会这样 我不要跟他结恶言 所以 但是 去本来是要跟他结善言 但是 通常都变成 因为他脾气不好 就变成结恶言 那就尽量不要 不要 我没有办法跟他结善 但是我也不要跟他结恶言 那怎样不结恶言 就不结怨就好 就变成这样 所以一些好的人 他会渐渐离离你去 那么 但是你如果不反省的话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 大家都不了解你 其实你也不了解你自己 因为你的个性 就会造成 就是 别人尽量忍悟 所以你如果修行修道 修行修道 人家都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么你稍微就要 稍微就要反省 为什么 因为修行一定会采出一种变化 就是你的朋友会改变 比如说你本来没有学佛 现在学佛 那你没有学佛之前 喜欢吵架 那么喜欢喝酒 喜欢去KTV 喜欢去夜店 喜欢去赌博 那么渐渐 渐渐你学佛 售武戒 你都跑道场 那么 你这些朋友一定会减少 祖国的朋友 喝酒的朋友 唱歌的朋友 这些朋友一定会减少 但是 这个朋友减少了 你那个好的朋友 一定会增加 那么念佛的朋友 受包关在街的朋友 这个去佛堂发行的朋友 去做善事的 这些朋友一定会增加 那他不会说你这个朋友没有 那个朋友 坏的朋友没有 好的朋友也没有 不会这样 那 因为什么 因为跟你在一起 喜欢喝酒的朋友 你都不喝酒 一次找你 你不去 二次找你 你不去 就是去了 你也不喝酒 以后就不会找你去了 要是打麻将 他会渡博 一次找你 你不去 二次找你 三次找你 酒 他也不会找你去 因为不去 那就不要只去 那么你这些朋友会减少 所以你也不要说 那我 我开始修行 那我原来的朋友就变少了 不会 你原来的朋友 会少 但是你心的好的朋友 会多 但是如果你修行修到 你都没有朋友 那你就 那你就要小心 就是说 你可能在个性上 在情绪上 那么 因为你修行 你那些 你没有一些不修行的朋友 没有 但是因为你修行 你没有修到脾气这么大 你都认为你是的 那么通常 大家一起修行 我就可以不要跟你留言 那么这些人会远离 你就变成 好的原因 我会远离 就只有你一个 你就觉得没有人懂你 其实你也不懂自己 这一部分要知道 就是说 凡性情暴躁 多起身份的人 这好的朋友 那么都会 为了不值得跟你解怨 那渐渐就演你 第四个悔戒 就是会失控 就是全面很多的失变 也是一种失控 那失控之后 就会怎么样 有的人 失控的不会犯戒 有的人会 那么 撑怒发作 指图达到报复 所以撑之后 就会有害 就有害 那么 要报复 什么都顾不了了 就是那个一口气 出不了 你就憋在那 你就觉得要报复 不管那么多了 那么 就会这样 那么 这种去 思辨只是原理的能力 思辨是原理的能力 没有了 这种思想的能力也没有了 就变成想不了那么多 不想那么多了 那么 失变只是讲不出来 这个失控 毁戒 他已经是 想都没有去想到 本来应该要想到 想不到那么多了 也不要想那么多了 只想的要报复 只想的要报复 那么 所以 什么都顾不了 杀到遗忘 无恶不作 所以撑恨心很容易 剁散热道 就是这样 那么 越在散热道的 撑恨心是越强 当然散热道 不都是撑恨心强的 也有鱼吃的 鱼吃也会剁散热道 斜贱 所以说你有休息 你也会剁散热道 你持贱都会剁散热道 你用斜贱才是会的 你知道 持牛戒狗戒的 不是做牛做狗吗 斜贱也会剁散热道 但是就是 基本上贪嗔之都会 但是就是看比例 看严重 斜贱是比较麻烦 如果是贪跟撑里面 撑是比较麻烦 但是撑虽然危害比较大 但是撑比较容易断 贪比较深吸 難断 是这样 好 就是他比较有立局性上的 就是副作用会比较强 或一阵会比较大 所以他就会毁建造热热 那第五个 堕落 这个是从你造热就会堕落 很简单 这样的积极撑热 就不断的造作热热 而且你不会只造作一个 你像我们讲两个例子 这个是实际上的例子 那 第一个是比如说 流利网 流利网会屠杀释迦族 杀那么多人 主要是因为他小时候被释迦族的欺负 他那个记恨记到心里面 那个怨恨一直没有解掉 所以杀了那么多人 据说辛特勒会屠杀六百万的犹太人 也是因为这样 可能被犹太人羞 据说 这个还不是 但是基本上 你会杀那么多人 会造那么大的人 那么都是因为那个称心 称心一起来 就管不了那么多 想不了那么多 顾不了那么多 所以就造越大的恶劣 他越能解气 但是实际上 让他以后更受更大的苦 就是这样 这个总结是告诉你 现在你虽然 你虽然断除不了称任心 控制不了称 调伏不了称任心 但是你要控制住 不要让他无限的蔓延 扩大 其实是要这样 所以修行第一个就是要理解但 就是要控制你的情绪 特别是称任心的情绪 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如果你做不到其他的 就算你做到了 也很快会被全盘捕毁掉 就会翻掉 就是一面称心 其同烧功德理 好不容易做那么久 一把火就烧掉了 就会这样 好不了哪击要做人啊 一把火造个烟 多散热到来 所以他说 一旦饶死到来 还有什么善报 因为称的果报比较大 比较强 因为他造作的力量力到强 造作的力到强 所以只有堕落恶道 还要看你造什么恶劣 你最好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提伯达多 你又知道提伯达多出家几年 他跟阿朗一起出家 他是在佛陀大概 乘到第六年的时候出家 因为佛陀乘到第六年 回乡省去 阿难 提伯达多 这些人 一大多人都跟着出家 这个第六年 佛陀是35岁成长 41岁 我们就给他办40岁 40岁回到家的家乡 他出家 佛陀80岁入面 40岁提伯达多 那个时候起称任心 起称任心要害死佛 起称任心要害死佛 你看这个脑筋都没有那个 他在佛那边出家 他不知道佛的能力吗 他不知道佛的能力 有多少人要害佛都害不到 他不知道佛的神通吗 他肯定知道 他不知道佛是害不死的吗 他知道了 很多人要害佛啊 害不到 先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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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一些妇法 没有妇法 也没有人能害到佛 因为佛陀曾经跟这些外道讲 因为外道有口吓佛啊 说啊 你如果 怎样怎样 我就要把你 把你五马分尸 阿联基上讲这样的话 把你的头裂 他们都说要把你的头裂成七块 那我们习惯说五马分尸 把你的头裂成七块 佛陀就跟他讲 所以我实在告诉你 这个天上天下没有一个人 跟能够把佛陀的头裂成七块 一定要那种能力 那么 提摩达波后来起称定心 那么 要分裂身体 而且要害佛 大概是在佛陀七十二岁的时候 那你想 他那个时候 大概 这样已经出家几年了 如果佛陀四十岁 给他四十二岁 那到七十二岁 基本上已经出家三十年 出家三十年 他的师父是佛陀 他的师兄弟是舍利佛 穆建延 大家瑟 他的弟弟是阿娜 有谁比他输胜 如果你有师兄弟都是阿罗安 你有个弟弟还是多文帝 你的师父是佛 有谁比你殊胜 你要找到这样的 你要找到这样的已经很少了 但是 而且他出家又三十年 如果要排芥辣 他是排在前面的 如果要排芥辣 他是排在前面的 如果有几万个阿罗安 其实要照芥辣 他是排在前面的 好 但是他没有正果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称定心 他是由贪心不准而起称定心的 就是贪贪不到起称定心的 他出家之后 他虽然跟着佛陀出家 但是他一直以为 认为他的能力也不舒服 他听了很多法 佛陀说的法他都会说 他也曾经很用够够 他前面也持戒持得很好 因为佛陀十二年后才持戒 那么他第六年出家 那么十二年后才持戒 还不是因为他 十二年后 所以他前面都是持戒心去的 他又持戒 然后后来他又修神通 又得定 他有神通 但是他修神通是为了认为 有神通人家才会共享他 他是因为贪心 他是因为贪心 那么这个贪爱心 后来慢慢慢慢觉得 他要用神通 那么去射受阿泽世王 那个时候阿泽世王把他的 因为他又 他又捕摸阿泽世王 所以这个他的爸爸 品婆搜罗王 其实小时候是要把他拴死的 那么那个 所以阿泽世王后来就 因为这样起承立心 那么把品婆搜罗王关起来 那 后来他为了要射受阿泽世王 他就要去学神通 那阿难教他嘛 所以后来他得了神通 他就去变化给阿泽世王看 吸阿泽世王的口水 佛陀知道了 就喝酒他 佛陀也喝酒了 但是他不是 我们说是骂 其实也不是骂 就是喝酒 告诉他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这种是愚痴的行为 那像李秋吵架 他也会喝酒 你们是 你们是为什么来出家 你们来出家做谁 那么怎么可以这样 为了这些事吵架 要同一个师父学 大家要和合 要无证 不怎么会这样讲 那跟这个提伯导头也是这样 你怎么会这么愚痴呢 那么为了要得到灵魂力 去吸阿泽世王的口水 因为他都变成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都长得很高大 那么后来他用神通 变成一个小孩子 躺在阿泽世王的手里面 就学英文教 他不只一个小孩子 那阿泽世王肥肥 他就很高兴 就流口水下来 他就吸那个口水 所以佛陀就让他食破吃人 吃人家口水 一吃人 食破吃人 那提伯达波他是非常的自尊 他一直以为他也不舒服 所以他就很生气 从那个时候开始气 但是他之前就觉得他也不舒服 因为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被佛陀喝酒 愚痴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去吃 吃阿泽世王的口水 你这样实在是 就是说这样是不对的 就让他是愚痴 那么他在大众中 对吗 那么他就贴得很没面子 他也不会反省 他贴得很没面子 然后从此就称恨佛 就开始觉得要取代 取代这个佛 又要害死佛 好几次他还不死 他还不甘愿 所以后来因为他这样 成仙起来 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像这样 尾戒 甚至就破核而生 然后又要害佛 没有多久 因为他这个业太重了 佛陀就受祭他七天之后 又多低 七天不会多低 那么他一天到佛陀 收他去就会多低 因为他知道佛陀不会忘了 佛陀说这样一定是这样 如果没有决定了佛陀 绝对不会受罪 不会这样讲 但是他就很害他 那一般他那些外交的朋友 就来跟他讲 其实根本就没有月报 没有因果 你根本就不用害他 后来他因为他害怕下第一马 他就相信 尸豪没有月报没有因果 你看 那么把他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那个证件 后来也起邪见 就断三根 那不过据说后来 这个阿难就劝他 劝他要归一口 他最后 他最后定义相写的时候 要过定义的时候 因为全身都起那个门槍 那像火再烧 那么他很苦的时候 他要念南魔佛 有点亮就是归一口 念到南魔的时候就死掉 他就生生过入定义 那其实就是他后来就是病到很严重死掉 那这种其实还是因为称恨邪 因为称恨邪你看 他就犯戒了 而且就是这个最后造业 那过漏的道 所以过漏的道 而且他过的定义 是无限定义 最苦的定义 因为他称恨心很强 称恨心很强 所以一念的不忍 产生这样的恶果 他不会思考 他这样做是错的 他只是生气 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去想我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我留念子 他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像这个 如果你有理性思考的话 你就会觉得是 我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你就会惨 那么你就会以后不这样 但是他后来称恨心起来 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甚至他也知道会过第一 他难道出家三十年 听那么多金 他难道没有因果的观念吗 那他有神通 他得过神通 他难道不知道 其实是有三六道的吗 照理讲 他后来得神通应该也知道 但是称恨心起来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想到 其实就变成这样 那就开始造业了 只想着要造业 只想着要造业 那么造完业 当然就有后果了 雄如说有后隐症 有副作用的 所以 他说一念的不能产生这样的恶果 怎么可以不加以至于 那所以要怎么样 要本来 本路 那通常 通常持戒就是控制凡凡 持戒就是控制凡凡 就是说我不杀神 我先画戒线 画红线 我不可以超越这条红线 你说不杀神 不杀 不偷他 不偷 那么就算偷 那么不能够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有根本界 那么你先画红线 还没犯之前 先告诉自己 不能这样做 那么但是 告诉自己 是告诉自己 进戒来的时候 有时候也控制不了 所以要学习忍入 其实是这样 因为你不忍 你前面持戒不失 都会被翻掉 那些功德都没有办法 那你本来不失的 变成会抢 本来不杀的 变成会杀 就变成这样 本来是救命的 后来会死 被杀了 本来不失的 后来会抢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佛统才会讲 忍入的功德 不失慈戒所不能抢 那不是不失慈戒 那慈戒苦恨所不能抢 因为我们实际上过 慈戒是你自己愿意的 苦行也是你自己愿意的 但是忍入都是 这些人这些事都是我不愿意的 那么你除了自己愿意做的 自己照着自己的规划做 人生有很多意外 都在你的规划里面 这个时候你要学会忍入 要不然你前面做的很多 可以做白狗 因为你不失慈戒 至少都要得忍天 要不是做人就升天 但是 因为你不忍入 你连忍都做不了 都不要讲圣灯 你连忍都做不了 那么 休息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你不是做人 或是升天 你根本就没办法休息 三二道叫做三土八难 你根本就没办法休息 所以忍入才会变成那么重要 当然因为你如果是解脱到 你可以远离 少思少夜少希望 远离一切的人 自己到身上里面好好修 还是可以跟解脱 但是菩萨道不行啊 菩萨道一定要在人间 要面对的众生 要利益众生 你利他为自利的 那么自利然后再来利他的 他是反 他并不是说一定先自利或利他 不是 在利他中自利 那么依自利再来利他 他是互为因果的 所以你不能离开人间 所以一定 一定不能够像僧文那样 少思少夜 到深山到远离 远离人群 他就在人群中休 所以遇到的境界会比较多 那么人都是有烦恼性的 那么特别是 你要帮助的人 都是那些烦恼比较重的人 受苦比较多的人 受苦比较多的人 一定是他过去中有很多 无知无力的部分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烦恼 所以他才有夜暴 那么他是夜暴显现的时候 所以他 那种过去的烦恼 因缘现实的时候 他一定会造成 你知道吗 那这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忍耐的功夫 很容易你会跟着他照恋 本来只有他照恋 但是因为你不能忍 你会跟着他照恋 跟着他照恋不是说 跟他一起照恋不是 而是他骂你你会骂他 他打你你会打他 他伤害你你会伤害他 就是跟着他一起照恋 其实是这个意思 所以 那么 一念的不忍 产生这样的恶果 就是怎么可以不加自 那么 他说 反之如忍忍念 那么相貌端也 就是便财民心 你问忍就比较定 安静 就是你不会浮动得很厉害 那么 没有这五种过失 那就是有五种利益 我们叫做五种功德 那么 就是忍忍的忍的福吧 忍的功德 也是你的相貌会庄严 相貌会庄严 那便财民心 就是你的试验能力会比较强 因为你比较冷静 善有共俱 那么你会有很多人 愿意跟你在一起 而且有很多好朋友 善事 那么不犯境界 你冷冷 你就不会因为忍不住 而去犯见 照恶约 那么死后 一定会怎么 向善向善向善 一定是到好的地方 就像苏东坡 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他也很颠沛流离 但是他都冷冷 所以他死的时候 拉着他的儿子收 拉着他的儿子的手收 我虽然不知道 我会到哪里去 但我一定会到好的地方去 第一个 他面对那么多的 面对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多的毁谤 五路 三案 他都冷冷 所以都不是冷冷的 所以 他死后上身得向佛道 那么你是因为听佛陀的话 那么修这个冷路 所以 那么你一定是跟佛陀有因缘 那么如果你是听马祖的话 修冷路 那你就跟道教有因缘 其实是这样 那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五德都具足了 在五圣共法里面 虽也有人 但真能男人能忍的 就只有菩萨行 菩萨有三能 男人能忍 男行人邪 那么 另外一个是 基本上是 男人能忍 男行人邪 他就是你做不到的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但是菩萨可以做不到 还有一个是 男舍零舍 三种 男行人邪 人家他不做的 男行人邪 男 男舍零舌 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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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牧师 辞 shy Rudy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這個血是包括經濟 非常多 非常多 這個是菩薩道裡面 就是說一般人做不到的 但是你因為你是菩薩 那麼你要很努力去做 那麼通常一開始都比較勉強 但是我們講 使者勉強 中者太難 那麼一開始比較難 但是沒有多久就好了 養成習慣就好了 真的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難 就變成自然 我們叫做無功用 所以一開始要做意 一開始要告訴自己 要控制自己 久了久了就自然 所以一開始辛苦沒關係 一開始都要勉強 不勉強你就不會做 因為不勉強就順著自己原來的習慣 沒有 現年習慣是什麼 因為那習慣就是貪生思 甚至煩惱 那麼使者勉強 到最後 中者太難 就自然的 安難的 就沒有勉強 就自然而然你就不會動心了 一開始要勉強 咬牙確實的人 一開始是這樣 是沒有錯 控制住 咬牙確實的人 那麼慢慢慢慢 根本你就不動心了 你只是很安定的看著他 在罵你 在罵你 那一開始是你罵你的時候 你告訴自己 我要控制住 我不能放棄 我不能罵你 他要招威 我不要跟你招威 又要用很多道理說服自己 那後來就不用 真的 後來就不用 後來就只是你覺得 覺得這個你怎麼那麼可憐 起那麼大的煩惱 他不會控制自己 因為我們經歷過這種階段 煩惱來的控制不住 其實自己也辛苦 又想發作 又不能發作 那麼管不了那麼多 想發作就發作 因為你知道因果 你知道這個有後遺症 有副作用 你又不要 因為我們說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那麼 你這個人現在很可憐 那就是因為他以前很可惡 才造型他現在就很可憐 可是可惡之人 現在很可惡 以後一定會很可憐 可惡之人 必有可憐之死 他以後會可惡 他不知道這樣的後果 他不知道這樣會剁傷熱道 或這樣會怎麼樣 有這些過患 他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無知 所以佛陀神上講一句話說 魚吃無穩凡夫 不知道 又沒有去學習 不知道又不好好學 那麼叫做魚吃無穩凡夫 那麼你知道了 知道是知道 不吃一下子就做到 但是你開始認真做 認真做 這個明家講的 李季講的 人人一隻幾百隻 所以後面講星星就是這樣 那麼 人人十隻幾千隻 就是勉強 開始勉強 容易做就會做到 那我們說這個造惡劣 通常是 通常比較大的問題是無知 然後再來就是無力 因為無知而造罪 因為無力而造罪 那麼因為無知而造罪 這一部分就是我們要 通常想清楚 多聞宣傳 告訴自己 很多道理 非常清楚 這件事 就是你再怎麼餓 你再怎麼餓 你也不會去吃那個有毒的東西 那個水果爛掉了 前面都是掌握的毒 再怎麼餓也不會吃 因為吃了更麻煩 再怎麼渴 你也不會去喝海水 因為海水不能吃渴 喝了更渴 如果你懂 你就怎麼樣 你也不會去做這件事 因為後面問題更麻煩 更難解決 那麼 所以你知道了 你就會有這種忍耐的工夫 實則冥想 但開始的時候比較辛苦 那麼沒有力 沒有力氣調五反腦 就要培養自己的力量 常常修善 常常布施 常常打坐 常常面穿 這種心力就越來越強 那心力強的 以前忍不到了 現在就忍了 就好像你手沒有力 就訓練你的手 一方面補充營養 一方面訓練 久而久之 那個提不起來了 就提不起來了 背不動的 就可以背得動 一樣的道理 以前忍不下的 現在就可以忍了 那麼基本上都是訓練完了 不是訓練完了 好 那麼這個是講到忍路 那個忍路其實還蠻難的 那麼難忍人忍 就只有菩薩行 師介及安忍 多謂在家說 那麼這個 這部分有時候叫做三福寫 那麼大部分在家人 講的 其實出家人也是一樣的 不過因為出家人 沒有所謂的布施 他通常是法師 就是以法來布施 那麼師介及安忍 多謂在家說 廣聚福之良 是否色身陰 就是三十二 三十二項 基本上都是從這些來得多 布施持見忍用 那麼這個裝臉 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看上面所說的布施 就是見見跟安忍三度 就是三種修行法 那度是道彼岸的方法 那麼大聖是講度 其實度就是波羅蜜亞 翻譯是波羅蜜亞 其實就是道彼岸的方法 這個彼岸是陳佛 道陳佛的彼岸 那麼解脫道基本上就是講 三十七道彼岸 那大聖是講波羅蜜 這裡換作度 度又度又波羅蜜 那這三度就是三波羅蜜 其實就是陳佛的方法 陳佛的原因 現在要綜合的敘述一下 前面是分別說 什麼是布施 要什麼布施 什麼是持見 菩薩道五面 什麼是持見 要怎麼持見 什麼是忍辱 要怎麼忍辱 那麼現在 再合起來講 綜合的說 也就說明了 六度為陳佛所必修的法能 這六種方法 布施持見忍辱 今天禪定之會 這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 出家人的羞恥重心 是禪會去修 禪跟會 禪會一般是定跟會 禪是定 不過中國的禪 不是不代表定 有所謂的主持禪 禪愛禪 是定會去修 佛法講戒定會 基本上戒氣就是控制煩惱 定就是調伏煩惱 會就是斷除煩惱 那通常是定跟會 但有時候是講戒跟會 比如說四個例子 講戒靜有識會 那主要是會 主要是會 那麼戒 無有會心才定 那麼定有力量 會才能斷煩惱 其實是這樣 那如果從戒來講 那有時候講戒位 戒靜有識會 有時候講定會 定會 酸修 那麼戒基本上就是控制煩惱 你五戒 你就是 我們是有煩惱性的 我們可能會殺神 我們控制 我們不殺神 那麼我們可能 進戒來的時候會偷盪 我們靠自己不能偷盪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麼 不忘你不兩舌 不餓口不欣 一樣 八官再見 過我不死 過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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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一些都是控制 控制你的煩惱 那麼 為什麼要控制 因為你沒有控制 心 就剛才講 心為煩惱所束縛 你就沒有力量 那麼 別撐心所束縛 貪心起來也是會這樣 就沒有智慧 別想那麼多 只想游泳 那其他以後再說 那麼 所以他就是控制煩惱 那麼定 就是讓心有力量 可以調伏煩惱 調伏煩惱 讓煩惱減少 那麼比如說 你有色界定 你就不起異界的煩惱 你有無色界定 你就不起色界的煩惱 那基本上是怎樣 那你心有力量 你那個煩惱 扶住 沒有斷 但是扶住 他不起 他不起不是沒有 等到進界來他又起 就是這樣 所以他最重要的 但是你要先讓心有力量 調伏煩惱 那麼控制煩惱 讓心不會煩惱所亂 讓心不會煩惱所亂 那麼能夠調伏煩惱 這個煩惱的勢力減弱 那這個只是讓煩惱不擴大而已 讓煩惱不擴大 那這個可以讓煩惱勢力減弱 那麼這個才能斷除煩惱 這個就斷除煩惱 所以戒一定會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麼 這個戒 佛法裡面的戒 如果是像五戒 他重在不害 會不害眾生 不傷害眾生 因為你傷害眾生 所以你就會傷害自己 所以他重在不殺身 不通道 不邪惡不忘 都重在不傷害眾生 不對眾生有生命上的 財產上的 就殺到的 那麼身體上的 那麼還有眼女上的傷害 就做這一些 那麼他基本上在不害眾生 如果是五戒來講 那如果是聚足戒 當然就還包括 你不傷害自己 不給自己造障礙 不給別人造成傷害 障礙解脫 不障礙別人的解脫 不障礙自己的解脫 這一部分 那他是他 基本上 就把你的 因為我們如果煩惱起來 我們沒有控制住 我們就不管那麼多 所以失控 像剛才講的 就會造很多對立 就會去傷害別人 那麼煩惱起來 當然有些人也會傷害自己 有了 有自產的信用 或是自殺 自害的信用 也會有 因為煩惱一起來 就廣佩了那麼多 跳樓 跳水 就會有很多種傷害自己的心 但是多數都是會傷害別人 一千星起來 也想不到那麼多 好 那麼他說 這裡是 他說出家人的休息重心是禪位 所以就定位 定位雙修 熏修 熏喜 修持 所以 那麼 這三度雖也是出家人所修的 但在經中佛大多是會在家人修的 就是 就是 故事 持戒人 對在家人說得多 因為境界比較多 在家人的環境比較複雜 做生意啊 有家庭啊 那麼這些都是一般的凡夫 俗者 就是沒有聽聞口法的 就算有聽聞口法 社會的情勢比較重 出家裡面基本上都是 就是 你已經決定要出家人 比較是同行同怨的 但是當然也有 不完全是這樣 但是比較起來 是比較同行同怨的 就是 都以釋迦牟尼果為師父 都是有以釋迦牟尼果的教法 那麼 在同樣的環境 做同樣的事 有同樣的目標 基本出家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要解脫 有同樣的目標 那麼 做著同樣的事 那麼 比如說 持見 修訂 關屋西 那麼大家一致 那有同樣的生活 都是脫脖 穿的衣服都一樣 大概外表也差不多 都是穿架衫 那麼 頭剃掉 那麼大概也差不多 所以 增值會比較少一點 但不是沒有 也是有 所以要合合就是這樣 要六合生 健合同學 立合同學 那麼 但是在家就不一樣 那麼 他有很多事 做生意 為誰 個人的利益 雖然是同一個家庭 但是個人的目標 個人就是一個方法 那麼 他是不一樣的 那麼 就算是同一個家庭 他都這樣 何況 他在家 他要在公司 他是不同家庭來的 在學校 在哪裡 在社會 是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生活習慣 不同的目標 那麼 其實就 糾紛就更多了 利益衝突就更大 何況還不同的宗教 那麼 是這樣子的 所以 一定是會比較 境界會比較多 那麼 但是現在出家也能講 但是 比較起來 還是 還是比在家的境界 單全 依然是比較單全 所以在家在休息 算是比較難一點 比較難一點 所以 能夠做得基本上 就這三個 那出家也是要 不過就是他 這部分 他要修 修慧 那麼 基本上 服了經文佛法之外 那麼 多位在家修 這種 就是福報這部分 那麼 第一個是造善業 第二個是結善業 第三個就是 得善果 他先從造善業跟結善人 這個部分開始 不造惡業 不結惡業 你不能忍入 你就結惡業 你不能慈戒 你就造惡業 那 不慈戒 也是結惡業 因為你傷害哪一個眾生 你就跟哪一個眾生結惡業 所以 這個部分是 發 重戰 發善心 造善業 結善人 這一部分 就不失慈戒人路 就是 你怎麼發善心 造善業 然後 結善人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 這三個 多位在家人說 但出家人也有 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 也有 尤其是財務的故事 視為在家定解的要求 那通常是這樣 因為當時的出家人 是不作詞 清明財寶的 他什麼都沒有 那 佛陀當時的僧團 都是 國王護士的 比如說 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基本上是 品薄Soloa 摩基托古的品薄Soloa 那麼 還有很多大夫長者 比如說 竹林金色蓋起來 是 迦蘭陀長者蓋的 那麼 另外一個 比較有名的 喜眼金色 那個在喬薩羅果 那喬薩羅果 竟然已經知道 多數是莫利夫人 跟波士尼瑪故事 還有一個大長者 叫做 徐達多長者 蓋的 所以 基本上 像試院 那麼 住的地方 都是在家人蓋的 現在是 他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 就是說 在佛陀那個時代 是蓋試院 一般一開始是沒有試院 都是在樹下 在森林裡面 後來開始有蓋試院 第一間就是竹林金色 然後可能在林柚山也有蓋 然後後來就蓋到七元金色 後來就各個地方都有 那 都是在家人蓋的 都是國王蓋的 那吃飯的部分 跟穿衣服一樣 就四四共 飲食衣服 過具 一般 那 除了試院之外 飲食 衣服 過具 那包括床啊 那包括 過具其實也是一塊布 那麼 這個 衣服 那 飲食 跟藥 也都是在家人過的 所以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水電費啊 什麼 定價稅啊 什麼的 就沒有 有 但是 深盤裡面是沒有的 因為都是國王戶法 國王戶法 所以就 這一些都免掉 現在泰國也是這樣 那 你不是佛教國家 就不是這樣 就不是 那 泰國也是這樣 這些也都是不用的 出家來看病的專門 醫院 也不用錢 坐公車也不用走 你不要上去就好了 那當然坐飛機就要了 你就不用了 那麼 這些基本上都是有國家負責 所以 他基本上是 為什麼 你想 那個佛陀的弟子 包括佛陀本人 那麼佛陀的弟子很多都是王子 那麼很多都是大富黨人 那 比如說二十億 二十億的家裡非常有錢 比如說虛佛陀 虛佛陀 虛佛陀家裡非常有錢 那麼 這些都是大富長者 那麼他們的父母 或是他們的家族 完全可以供應他 不愁吃不愁穿 這是可以蓋上給他 但是他們都沒有 他們還是去脫波還是這樣 那 那佛陀如果 就是說 不需要供養 不需要脫波還是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他為什麼也要這樣呢 照這些阿羅漢都要去脫波 那麼基本上是要給在家人跟佛法結緣 因為他有幾種提醒 就是說第一個 這些修行人 那麼通過這些在家句式共有 那麼這些在家句式就跟佛法結緣 第一個跟佛法結緣 第二個跟這些善師式結緣 因為他代表著佛法 所以你就在佛教中 在佛教中 種善 種善業 你就跟佛教結緣 你未來比較有機會再遇到佛法 第二個 你跟這些善師結緣 你比較能夠因為這樣 因為他是福田 你比較能夠因為這樣 能夠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麼在這 當然你可以捐給其他的宗教 幫助窮人 這些都有 甚至幫助貓 狗 這些都可以 他都叫善業 但是善業是善業 還有分你在哪裡結緣 就是說你跟誰結緣 那麼你就還有這些差別 就是共業中還有別業 所以這些基本上佛陀主要是讓在家人 那麼護持這個佛教 那麼護持佛教 第一個有兩個 第一個 他這一生有可能成為出家了 因為他覺得有這個語緣 他就是說起他出家 那這部分也很多 佛弟子很多都是從在家到出家的 也有的 那有些是本來就出家 他轉到佛教裡面 像蛇育火目見人 這個是本來就出家 但是有一些是本來是在家的 但是學習佛法之後 覺得出家很好 他也要求解多 他才出家 有這部分 那麼另外就是說 他就算這一次沒有出家 沒有休息 沒有解多 他因為跟佛法結緣 接著佛法 因為你接受共良之後 他基本上要為他說法 那麼多數都是要為眾生說法 所以在家才師出家法師 用佛法來利益他 那麼就是給他未來做得度的音樂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一直保持這樣 當然這種傳統是印度原來有的傳統 但是一直保持這樣 就是說在家人護持佛教 出家人修持佛法 那麼就是護持出家人修持佛法 那出家人就弘法利益 就變成出家法師在家才師 意思是這樣 從這邊來的 所以他說這個財務的布施 布施是在家弟子的要行 比較重要的一種修行之一 出家人儘可隨分行事 那麼就是他有他就布施 他有就布施 那如果像在家人一樣 積聚財務來做同種布施 就會過失從生 非佛至所許可 就是說你不可以努力去賺錢 然後提醒很多錢講來布施 就變成你的目標都配掉了 就跟在家人一樣 那到時候到了菩薩界的時候 他有稍微做調整 他說如果你有能力得到很多的錢賺 那麼你也不要拒絕 但是你要知道這些不是你的 這些都是你要來利益眾生的 你也不是你也不是努力去 只是去想賺錢 但是也不排斥拿錢 就是因為這些可以讓你來利益很多眾生 但是你首先要知道 這些是你利益眾生的 並不是你的 那麼這一部分當然 這佛陀時代 你就是不拿錢的 拿錢會有很多過失 但是到了後來菩薩道的時候 像以前菩薩界 他就告訴我們要積聚很多 這些經理財寡都要 因為你沒有這些 你就很難利益眾生 尤其菩薩廣為利益眾生 到其他地方沒有佛法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就更新掉了 就開始有做改變了 菩薩界裡面變成有一些不控身人的 變成有這些部分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是 導師這裡講 就是說 從阿含經裡面來說 從佛陀位以救阿含經裡面來說 其實是 多為在家說 這個菩薩慈界的 出家人的菩薩其實是水分 好 我們今天下課休息時間 謝謝 謝謝 謝謝